我是本来有一套真的奶瓶 然后呢我是本来就在用的 只是说我们宝宝奶量上去了之后呢 需要交替着喝 然后呢我就拆了月子中心送的那套 是我婆婆在使用的过程中跟我说 这个奶瓶会奶嘴会憋 并且呢会飞奶 就是我们在咬奶的时候 这个奶会洒的到处都是 然后呢我当时也没在意 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月子中心 不可能送假的奶瓶啊 我跟我婆婆说可能你盖的不够紧 方女士反应 使用了半个多月后 她发现月子中心送的奶瓶质量确实有问题 跟自己在赫根官方旗舰店买的奶瓶一比 感觉存在差异 礼盒扫了一下二维码扫出来 他说疑似 他是说的是疑似假货 我就反应给了妈咪宝宝的负责人 也不是负责人 就是跟我签单的那个销售 然后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们这个是假货 然后他没有理我 他说他说不可能的 没有宝妈反应过 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 妈咪宝贝这个群 我说大家有送 就接收到过那个赫根奶瓶吗 然后有好多人反馈说有 我说我的是假的 不知道大家的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去扫了一下 发现他们的也是假的 加薪妈咪宝宝月子中心的基础套餐价格 是每个月三万多块钱 月子中心送的赫根奶瓶礼盒 里面包括一大一小两个奶瓶 方女士打开赫根官方小程序 当场扫了礼盒的二维码 查询结果显示 您扫描的二维码已被多次验证 疑似假货 月子中心的老板娘回忆 这批赫根奶瓶礼盒 是一年前购买的 之后陆续送给了来做月子的产妇 去年六七月份 我们就是订叶子餐的时候 就订了套餐 然后是有送奶瓶的 然后就是到今年的 就是六月十九号吧 这边的六月十九号 然后我们商事友跟我说 有宝宝反映说 这个奶瓶有点有问题 我就问了他 我说你去年的那批东西 我说是哪里进的 然后他跟我说是往上进的 那么我说为什么往上进 我们不是有定点的供应商的吗 他说因为我们的那个供应商 他没有做这个牌子的 然后就是往上进了 一共一百个 价格是多少 价格是一百五十几 一百五十八好像 一个还是一套 就是一盒 老板娘介绍 本来是杭州的供应商 给月子中心供货 但这一批赫根奶瓶礼盒 是采购员小赵在网上进的货 包括两个奶瓶 方女士当场查询了 天猫上的赫根官方旗舰店 发现同款礼盒 当前价六百四十三元 券后价四百九十八元 旗舰店也要四五百块钱 活动活动就是这种 六一八什么活动 可能在四百左右吧 那价格相差也大 相差很大 然后当时采购是这么解释的 说是买的越多 所以越便宜 所以才批发 批发变成了一百五十一套 月子中心的老板娘介绍 目前一百套赫根奶瓶礼盒 已经送出去了九十九套 月二十四号的下午 我收到了就是这个贺根奶瓶 中国区总代理 他给我寄过来的书面的鉴定材料 那么这份材料上显示 就是这个送检的样品 属于商标侵权的东西 属于商标侵权的商品 商标侵权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商标侵权就是 不是他们的产品 就不是他们生产 或者不是他们受传生产 在法律上是这么一个解释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确认 这批赫根奶瓶都是假货 那么这些假货的来源是哪里呢 谁应该对此负责呢 你看呀 上面写的原装新加坡赫根 我还联系过的啊 这是五月三十一号 我六月一号下单的 我问他 这个奶瓶是真品吗 他说是真品 有中文标签吗 有的啊 有房伟标签吗 他说都可以扫的 对不对 你以为是真的 我如果觉得它是假的 我肯定不会买的 这个店家现在还在吗 这个店家好像不在 月子中心的采购员小赵介绍 当时他联系了杭州的供应商 对方表示没有贺根奶瓶 于是他在1688网站上搜索这个牌子 结果找到了佛山市禅城区雪豆家日用品厂 对方客服保证是正品后 他当时下了两单 一单是60套礼盒 另一单是40套礼盒 每套礼盒156.8元 奶瓶好牌子很多的 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就是当时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吧 这一两年就是宝妈 好像 就是比较有点网红奶瓶的这种 然后他们营销的那种 他们几个营销的商量下来说 送这个 他们是叫我买贺跟奶瓶 然后我是对比了网上好几家最终选的 那也是问过的 那确实他说是正品 我没有去怀疑他这个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我肯定也不会去买 对吧 那旗舰店你也去对比过了 旗舰店的话 我是看过淘宝的 那大概是400多块钱 有时候搞活动300多块钱 那这个价格相差300块钱 你当时没有怀疑 当时肯定没有想这么多 如果想的 想的这么周到肯定就不会买了 那这个最后拍板买这个 1688上这个店的 是你拍板的还是老板娘拍板的 是我买的 是你买的 对 那你当时是想给老板娘省钱吗 那肯定不是省钱呀 没有说 没有说老板说你要买便宜一点的 我肯定不会说给老板省钱的 财购员小赵强调 他认为1688是批发为主的大型正规网站 当时店家客服又保证是正品 他以为对方给出的价格是批发价 就放心的下了单 面对宝妈们的质疑 采购员小赵没有做出回应 目前1688上 那家卖奶瓶套盒的店已经没有了 小赵把订单号报给了1688的客服 这个订单的时间是21年的 是的 现在时间太久了 已经没有那个申请售后的入口了 因为我们买来 就是不是说当时就发现的 是后来才发现的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在你们这个1688网站上买的 那肯定找你们呀 那这边还处理规则中有说明 受理时间是在交易完成后的30天内的 这个是去年的订单时间特别久了 那他可能使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不对劲啊 你们一般不是对那个商家应该有保证金压在手里的吗 有没有的 这个我是买家客服 商家那边的业务不太清楚先生 哦 那现在那个店家是下架了 是什么情况 是你们让他下架 是他自己下架 我还不清楚 我是买家客服 商家的业务确实不清楚 你们还分买家客服 卖家客服的是吧 是的 但是你这个订单时间特别长了 去年的订单 咱处理的这个规则中 有说明的受理时间是在交易完成后的30天内的 那过了30天 过了30天你们就不管了是吧 确实非常抱歉 这个订单已经超过交易完成后的30天了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处理过程中 有没有一个阿里巴巴的业务 阿里巴巴这家店它已经 就是说 这边这个商家 业务中心 它所进过的是阿里巴巴1688上面的一家网店 这家网店目前已经处于关闭的状态 那么通过后台的查询 它是佛山的广东佛山那边的一家贸易商行 我们也把相关的案件线索 通过案件移送函的方式寄到了广东佛山的市场监管 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由他们继续跟进 宝妈们目前最担心的是 这批假奶瓶会不会包含有毒有害物质呢 毕竟奶瓶是孩子天天都用嘴巴接触到的东西 一位宝妈当场去附近一家母婴用品店 花500多元买了一套同款的赫根奶瓶礼盒 跟芳女士从家里带来的礼盒做了比较 首先是礼盒的二维码 用贺跟官方小程序扫描之后 跳出了商品唯一方维码 还称如商品方维码与上述一致为正品正缘 再下面是经销商和门店信息 宝妈核对立下 跳出的方维码编号和礼盒上的一致 她认为自己买到了正品 接着跟月子中心送的礼盒进行比较 盒子颜色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丝带的质感也不一样 然后里面的纸给你看一下 颜色也是不一样 它是粉色的你看到没有 这是粉色的 人家不是粉色的 宝妈的眼中 月子中心送的礼盒 连外包装都处处透着假 接着是里面的奶瓶 哪些区别 多了这两个是吗 不是这两个本来也有的 刚买来的礼盒里面 还有附赠的两个杯扣 宝妈介绍 月子中心送的礼盒里也有 不过没带来 接下来宝妈认为 最大的区别是做工 它这种地都很光滑 然后这里它是凹凸不平 这里会凸点 哦 做工 你看 就是会出来出去的 然后凸点的话 这里面比较光滑的 然后你看这里是凹凸不平 你看到 凸凸不平 宝妈认为 稍大这种奶瓶 两者之间做工差距明显 至于稍小这种奶瓶 两者之间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密封性上 这个缝大很多 你看 那个缝 这个缝啊 你看那个缝 好起来一点 对对对 你手进去就知道了 这个会漏 就是密封性 对 晃奶的时候 这个奶就会飙出来 就会晃出来 对 这个会晃出来 宝妈把两只小奶瓶 都装上矿泉水 做了一个晃奶试验 水已经在我手上了 看到没有 已经在我 在手上 晃出来的 然后这里呢 手上有水 然后这里也有水 看到没有 全部是水 这个是没有水的 密封性很好的 这里都是水 看到没有 宝妈认为 是真的那一个小奶瓶 确实没有水晃出来 而已经被确认为 假货的小奶瓶 晃出了不少水滴 我们现在有两个诉求 就是还要看 这个奶瓶到底有没有毒了 我们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 我们要求就是 不要把这件事 就是当成没有发生过 或者等到奶瓶检测出来 没毒就觉得 这个责任就不需要负了 反正这个事情 现在这样 真的 我觉得全是我们的责任 我也很心痛 我可以说 我大概三五天时间 我就直接受了五斤 我也觉得真的是有愧于 那些相信了我们的宝妈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除了关心它的真伪之外 我们也关心 包括宝妈们也关心 这个东西 它的里面有没有毒有害 这些成分 那么这就需要做一个产品质量的鉴定 跟刚刚所说到的商标的一个鉴定 就是两条线 这个鉴定我们联系了一些检验机构 那么最后在三家里边选择了一家上海的一家大型的检验机构 那么它因为所需的样品 样品量会比较多 尤其奶嘴可能需要有二三十个 那么样品的收集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然后在6月29号 就上周三 样品全部拿到了这边 宝妈们也在 在商家的见证下 我们一起把这份样品送到了检测机构 那么目前检验的结果 它的报告目前还没出来 大概多长时间 当时检测机构给我们的反馈是七到十个工作日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2 4 5 5 8 感谢观看